印度近年来不断强化在印度洋的军力部署和情报监控 一名最近称新德里打算与每日联合在印度近海安装一条水下侦察传感器链 监控解放军的潜艇活动 在现代海战当中潜艇的优势备受重视 被认为是能击沉航母的最佳办法 印度分析人士军事评论家森谷普塔 今年4月曾在印度国防杂志上推测 新德里在建造一条从苏门达拉岛顶端 延伸到孟加拉湾中的印度南部的海底传感器链时 会接受日本的援助 这则两个多月前的消息 上周三经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开网站转载引发热议 据森谷普塔说 日本打算资助的这条光纤电缆建设工程一旦完工 很可能并入美日两国现有的鱼沟潜艇水下声波监听系统 该系统专门用于监控解放军在南海和还印度洋地区的潜艇活动 军事专家指出 对反潜能力不足的国家来说 海底传感器网络是反潜一大利器 印度资金在这方面没有做出重大投资 如果可以安装战略防御系统 将使印度在印度洋具有重要的地位 我认为不只是中国的潜艇在印度洋的活动有增加之势 最重要就是印度的主要对手巴勒斯坦这几年其实大幅强化他水下兵力 也就是潜艇的综合兵力 确实对于印度他这个之前这种不对称占有印度洋自海权的局面 未来将产生很大的挑战 也因此印度海军位于筹谋要在水下监听这个部分大幅的强化 不过印度国内也有担忧 美日联合部署的鱼沟水下监听系统位于冲绳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海洋观测中心 虽然名义上由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人员共同管理 但所有信息归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所有 观测中心的设施也在美国海军的操作控制之下 森古普塔就此指出 印度如果与美日进行相关合作 也需要考虑如何共享重要的传感数据 打造这种水下监听系统 以目前印度的科技实力来讲 当然是不切实际的 也因此它必须要向美日取经 未来印度与美日之间的合作 也脱留不了这样的框框这样的格局 美其民是双方或多边进行合作 但基本上这些系统的主要技术主要能量 还是在掌握美国手中 也因此未来美国会愿意分享给印度什么样的情资 什么样的技术可能端是以后双方在政治军事等等 一系列关系的互动而定 此外印度一些观察人士也担心 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附近放置水下传感器 中国可能会认为这些工具具有挑衅性 为了加强水下实力 印度也有意引进俄罗斯潜艇 据俄媒报道 俄罗斯愿意向印度提供建造636型击落级常规潜艇的技术 报道称 对印度来说 潜艇部队的现代化是原则性问题 印度海军在最近的15年内 未获得一艘柴电潜艇 而印度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巴基斯坦 已经向中国订购了8艘新型常规潜艇 在现代海战中 潜艇的优势已经被多次证明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周六刊发文章 击沉航母的终极方式 报道配图描绘了2013年10月3号 在阿曼湾的一次反潜演习中 美国海军攻击核动力潜艇达拉斯号的围杆 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卓越号航母通过时 伸出海面并靠近了航母 也就是说 在英国和美国水面舰艇和直升机 试图定位并击沉达拉斯号时 它已经前进卓越号航母 只要发射Mk4 8型鱼雷 就能将航母击沉 隐蔽性就是潜艇 本身在对方航母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水下对舰艇发动攻击造成的伤害 是比水面和空中都要更大的 武器爆炸之后 由于水的密度比较大 那么对于爆炸产生的这种 冲击波和压强的这种传递效果更好 那么对于舰艇的水下的 舰艇的破坏更强 更容易造成进水 从而让船沉没 所以潜艇应该说是 对补航母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 同时也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武器 文章指出 尽管中国潜艇的性能 与美国潜艇相比仍有差距 但是他们至少在2006年10月 取得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 当时解放军一艘宋级柴电动力攻击潜艇 悄然出现在了 距位于日本和台湾之间海域的 小英号航母 仅9英里的范围内 这个距离意味着 美国航母已经在中国潜艇鱼雷的射程之中 而小英号航母战斗群的十几艘舰支 都没有探测到这艘宋级潜艇 直到它浮出水面 美国军官才目瞪口呆 应该说中国的这种AIP的常规潜艇 在世界上的这个水平都是 居于前列的 所以即使是常规潜艇 环境比较合适的情况下 这个战局比较合适的情况下 同样能够对航空母舰形成比较大的威胁 尤其是在这种近海 水深比较浅的情况下 常规潜艇相对体量比较小 反而就会成为一个更灵活的优势 好 下话题 我们马上连线特医评论员陈斌先生 陈先生 美军一方面在靠近南海的 菲律宾海域进行军演 而美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希尔莱特在回答 深圳卫视驻美记者提问时 却表示 美国寻求跟中国在军事领域 长期且紧密的合作 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言行呢 在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 所谓南海重台案公布前夕 美军的两个汉梦战斗群 集结到了南海边上 就表明了美国试图用武力威胁 来迫使中国接受仲裁 而中国政府早已经表明 不参与 不接受 不承认 因此美军的两艘航母 开到靠近南海附近的海域 势必会增加中美之间的紧张军事 摆出架势 要维护菲律宾等盟友的利益 同样美国也很清楚 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 是冲目不让的 而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就是要辅定中国主权的界限 抨击中国的岛礁设施建设 是非法无效 这会势必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 美国的航母威慑的同时 其实他也很担心 中国会做出进一步的反制行动 比如说划南海防空识别区 在黄岩岛开展岛礁设施建设 那么美国也就很难收场了 所以美国的无效大楼和国务院的高官们 也一直在放话说 要释放和中国在军事领域 进行长期而密切的合作 前几天美国防长卡特在新加坡会议 中美应展开更紧密的军事合作 以降低风险 18日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拼调科索沃战争期间 牺牲的三位烈士以后 美国国务卿克里马上打电话 给中国外长王毅大谈 中美友谊与合作 这就说明了美国是激发到有胆怯 担心把中国惹火了 会有出其不一的行动 所以用这种嘴软手印的方式 来应对南海仲裁案宣布以后 中国的反应 美国的这种蛮横的言行 当然会增加中美之间的不信任 会加剧两国的关系紧张 那么您认为中美接下来将会有什么样的博弈呢 中方并不接受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即将宣布 那么由海外媒体透露是7月7日 那么懂得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 7月7日是一个敏感的日子 中国人被侵略的伤痛还没有愈合呢 况且仲裁结果预计是不利于中国的 那么也可以预计中国会做出比较强硬的回应 但是我估计也很不会到擦枪走火的境地 因为中美两国都在进行外交努力 有可能在这个结果公布之前先卸火 先达成某种平衡 中国并没有消极的应对 而是积极的展开外交螺旋 已经有60个国家支持中国的立场 认为只有菲律宾单方面参与的仲裁庭 是不具有权威性 仲裁的行为本身以及它的结果 都是违反国际海洋法的 那么这些理性的声音 都有利于中国获得国际支持和同情 降低裁决不利 给中国制造的负面影响 所以说中美之间的风气会加剧 但是很可以管控 而单方面提出仲裁案的菲律宾 则可能会引火烧生 要付出十座勇者的代价 好的 感谢陈明先生代谢 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谢谢